大家好,我是小亮老师 这一课呢我们来回答一个动画问题 这个是微信里边的一个同学 这个提的一个问题 我在他给的链接的淘宝里面找到了这个视频 就是一个所谓叫牛顿物理球 有农机球的这么一个运动动画 以前我们看的都是左右横摆的那种 我之前好像也录过 这回这个呢是前后的这个运动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 逐渐出现了各种 用这个同学说的话呢 叫画里不哨的变化 实际上其实这个没有多难 大概的动态大家看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简单的用起个球模拟的一个效果 最开始的动态 然后逐渐的开始这个流畅的这样的一个交替的运动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开始不存了 直接做 首先呢顶式图你先创建一个球体 这里呢我为了方便起见呢 我们直接就做成一根单线的 就不用做成那种双线 还有加什么辣马其道掉坠的 不做那样的了 我们直接选上顶上的这个点 然后给它一个切角 然后呢调出这么一个面 确定 然后选上这个面呢向上挤出 好 你自己来定就是这个挤出多少啊 就是这根线大概多长 调整好它之后呢把这根线的顶端作为你这个坐标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基于这个地方开始进行摇摆 给它一个材质 然后横向复制你想要的这个球数 嗯这里我们给 嗯 我们做十个吧 刚才做的六个啊 确定啊 一共算最开始的那个是十个啊 十个球体啊 好 一定是先调坐标后复制球体啊 然后做好它之后呢 把每一个球的位置向下移动一下 注意是在紫层级相对坐标下 我们比如说向下移动 -5啊 有点少啊 这样每一个我们错位 呃 十个单位 那这个呢就是-10啊 啊 -20应该是刚才那是-10啊 这个-20 好 呃 这个呢是一个 呃 这个机械运动啊 机械活动啊 我先暂停 调完了之后给大家看啊 好啊 都调完了啊 呃 如果你觉得这个麻烦啊 你可以先阵列球啊 然后就是你挤压完之后先阵列球啊 阵列完球之后呢 把上面打平 再把每一个物体的这个坐标 给它移动到上面去啊 这也可以啊 无所谓 最终得到现在的这个效果就可以了 好 做好它之后 好 现在我们要做这个摆动的动画了啊 这个我们切换到这个左式图啊 选择旋转 然后基于自身坐标 开启角度捕捉 呃 开启关键针记录器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曲线要是比较呃 快捷的做法呢 就是直接改成缓起缓停的啊 因为你默认是这种被字脚点的 我习惯用匀速直线的 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去调解啊 否则 如果出错呢 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改啊 我们先给它一个高度 比如说我让它荡起45度啊 然后给它一个时间段 比如说20帧啊 我们荡到反方向的45度啊 既然是涌动机嘛啊 那就是说它短期内 它不会停止下来啊 所以先做好这20帧之内的这个动画 先做成这个啊 但是因为我这匀速直线 它不符合真实的物理运动啊 所以在这呢 我们选上这个模型 右键点开曲线编辑器 然后因为你现在这个关键帧啊 你这样你框选上这个关键帧 然后点击适配啊 那么每一个物体的这个关键帧 你现在都选上了 你可以看 因为我用的是匀速直线 它是直的啊 在这我们给它改成缓起缓停啊 也就是形成现在这样的一个曲线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在动的过程当中 它就是慢慢落下去 然后停住再慢慢落回来啊 但是现在呢 只有单程啊 我们在这把这个乒乓的这个按钮点开 如果你那个编辑器里边没有它 在这点右键 然后呢将全部工具栏显示出来啊 在空白的地方点右键 全部工具栏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之后 你就能找到它了 找到这个乒乓之后呢 选择网复啊 第四项啊 网复确定啊 那么这个时候你缩小这个啊 你点上空白啊 然后 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开始循环网复的动了啊 我们现在就可以到透视图里去看一下这个动画 点击播放的时候 它就已经开始往返运动了啊 那我们在这个参考视频里边看到的 它逐渐的产生先后的变化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你在运动的时候 因为摆锤的长度不同啊 所以它往返一次的时间会产生变化 虽然初始阶段一样啊 但是它回来一次和它回来一次时间不一样啊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们逐渐的把每一个摆锤的关键针往后递加一个 这个是20针来一次往返 不是 这个是40针来一次往返啊 因为这是单乘是20针啊 40针来一次往返 而这个你加1之后呢 它一个往返就变成42针啊 那么每一个你都往后调加1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因为数量比较少 我们就不拿脚本写了啊 我们就手动的去调整它就完了啊 你知道每一个都是加1就可以了啊 26啊 然后这个呢到27 28 然后最后一个29啊 这样的话呢 你你无论多少个 你就自己往上递加就行了啊 但是他们的之间的这个递进关系啊 你现在看一下递进关系得是一针一针的错开 或者是两针两针错开 就是它错开的这个关键针得一样啊 然后再一个呢 我们把总长度加长一点啊 这里我给到啊 三百四百针吧 让大家看个多一点的动画啊 四百针 每一百针是四秒 四百针是十六秒啊 看一个十六秒的动画啊 好 现在你播放它 看一下 哎 那么逐渐的这种循环的这个链接就出来了啊 那至于周边的那个支架啊 两根线啊 什么的 这个就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去调啊 然后因为我们没有做它让它停止的这个过程啊 所以短期内它停止不了 它就会形成这种运力感啊 用那个同学话说 就是花里胡哨的这个状态啊 好那这个动画就很简单 这里边只需要你对曲线编辑器和这个运动的曲线 以及往返乒乓乓这些东西有所了解 关键针知道怎么调 很简单的一个动画啊 并不是很难啊 好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